接下来我们就要用到另外的一个工具了 这个工具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使用这个工具的 谢谢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工具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missing这个 在GitHub上没有一些例子 我们就拿我们的例子来说吧 这个工具就是说 现在你是不是把这个数据 就是经过完很多处理了 然后咱们有这么一批数据 但是这个数据当中 内部我想不想得到一些数据内部之间的一个指标呢 或者说我想得到这个数据一个概括 以及数据之间的一些特征之间的一些关系 我也想得到一些就是很多具体的指标 但是这些具体指标 我自己去写比较麻烦 我能不能让这个Pandas 直接帮我进行这样一个分析呢 这个也是可以的 然后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个库怎么去安 咱们先是把这个东西拿过来 就是咱们现在有一个工具 叫做一个Pandas的一个profile 这个profile它就是说 相当于是可以帮我们把这个数据 做一些统计 咱们先来从结果来看 这里就是有这样一个函数 我们进行一个report 进行一个report 咱们先看结果 它都会report出来什么东西了 然后一会儿再说这个东西怎么去安 首先report里边第一点 它有一个overview吧 下面都是我打印的结果 看这是in 这是out 下面都是打印的结果 它打印一堆结果 我们来看 首先啊 它会告诉你 哎呀 你的一个就是我把这个players 这个dataframe传进去了吗 那相当于我们传进来的是一个dataset吧 一个数据集吧 那对于这个数据集啊 它有overview overview里边呢 它会告诉你当前的这个dataset 它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一开始 哎呀 我这个dataframe来了之后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这种情况下 我最好的办法直接传进去 看一个report 非常 就是这个东西啊 指标 所有指标非常显而易见了 我们来看 第一个infor里边它会告诉你 哎呀 你number of variables 就是说一共有多少个指标呢 一共是有12指标吧 然后呢 一共啊 是有多少个可观测值呢 咱们刚才是去掉了缺失值值吧 所以说啊 对于players 正常是有2000多个 咱们刚才不是去掉了400多个缺失值吗 所以说现在数据的一个个数 咱们的就是观测的一个条数 是有1858个 所有出现的一个缺失的一个数量 是1.9%的啊 它是有一个缺失值的 然后呢 total的一个size一memory 在memory当中 它这个size是多大啊 下面也是一个memory size 然后呢 对于我的一个数字变量当中 它会告诉我 当前我的一个数据啊 它的一个变量的一个类型 比如说 数值型的有三个啊 category相当于是属性值吧 属性值是有五个 时间类型的 test类型的是有两个 时间类型的是有一个 reject reject什么意思啊 reject的意思啊 就是说啊 它是不推荐 咱们去使用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下面就reject这个东西了 这里呢 它有一个warning吧 warning是什么 就是说啊 当前这个数据有哪些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 说啊 对于我们这个birthday 对于我birthday这个里边来说啊 这个属性来说啊 咱们现在是有 1389个 是有啊 这样1389个值啊 它都是不重复的 唯一的这样一个值 所以说呢 对于这列啊 它就是提醒了我们下 哎呀 这个列出没出现一些问题啊 照正常来说啊 就是属性值啊 应该都是有都是有一些类似的嘛 但是这里啊 大部分都是一些唯一值 它给我们提醒了一下 其实啊 这个无关紧要 因为生日啊 它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不会重合的 然后呢 position 它告诉我们了呀 position这里边 一共啊 它现在是有152个 9.6%的值 都是已经缺失了 然后呢 这个position啊 就是你踢球的这个位置嘛 踢球的位置当中啊 也是有152个值啊 这个是刚才我们做的 这样一个变换嘛 所以说啊 现在只有两个position啊 应该其实应该去掉一个的 然后这里啊 其实也是有9.6% 它是一个 它是啊 这样一个缺失的 然后呢 我们看这有一个reject reject啊 就是他觉得这个东西啊 是没有价值的 为什么 我们来看这个reader1 第一个人的对照片的一个评分 它是啊 高度相关的 跟谁 跟reader2 他俩这么相关 那这里他就是给我们一个警告 就是说 既然啊 这两个人的一个相关系数 达到了0.92 那是不是说他俩之间啊 可能表达的含义是一样的啊 那你是不是要去掉一个啊 别拿这么多没用的特征放下来了 放一个不就可以了吗 然后我就告诉你了 这个reader2当中啊 有451个值 都是等于0的 那这里出现了很多0值吧 他是给你提示一下啊 他因为他不知道 你0值对我来说有没有用 所以说 先给你提示了一下啊 我们的一个0值啊 对我最终结果 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 然后下面呢 就是啊 又是我们的一个 这是一个均值吧 又跟我们这个reader1 是高度相连了 所以说 现在啊 他就是0.98 那这是不是更高啊 所以说这个reader 他也有了2 相当于是 这两个值啊 他是要求我们 是要进行一个去掉的 然后呢 你的一个wet 和这样一个wetclass里边 也是有这样一个确实值吧 这些啊 都会在你的willing当中 给你进行一个提示 先会告诉你啊 你这个数据当中啊 他这一打眼 看出来有哪些问题 那对于这个问题啊 到时候 如果说你愿意处理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处理 所以说第一步 咱们把数据拿了之后啊 最简单办了什么 把数据拿了之后 先给他profile 这样report一下吧 profile 他的一个report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 这样一个结果了 在这个结果当中 我们就可以去想了 哎呀 这个position 96%的 我能不能忍呢 不能忍 去掉就可以了 两个高度相关的 去一个 留一个 refer1 refer2 我不要了 只要这个中间的均值 不就可以了吗 这些啊 就是我们当前 给大家打印出来的 一个overview的一个值 还没完 下面还有 下面的值啊 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 单变量的一个统计了吗 在进行啊 咱们单变量的一个统计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 每一个变量值都拿出来 看一下它的一个分布的规则 在这个pandas的一个profile当中啊 很轻松 就可以帮我们做这样一个事情 对于当前啊 这个birthday来说 我们是不是 唯一的值有1389个 然后呢 哦不是 就是啊 对于唯一值啊 有1389个 然后占的一个比例是多大 然后这边啊 又给你出一下啊 other values other values里边啊 就是它哪些值 数量比较多 可能这个95年的4月8号啊 这天出生的有四个值啊 下面就是这样一个排序的 然后呢 关于这样一个身高啊 它有高你了 哎呀 身高 它一个唯一的值是有43个的 然后呢 missing是百分之多少 missing几个 因为这些比较少啊 所以说它都是用这样灰色写出来的 然后它平均的一个均值 均值是 嗯 1米82 然后最小值 1米61 最大值是2 2米02 可能是一个 2米02 我想一想 在足球当中 哪块的位置是一个高个啊 是不是应该 前锋啊 是不是个越高 腿越长 跑越快啊 然后这是 后面是这样一个风的规则图 然后head class 是我们自己做的吧 这里啊 我们是有六个 是有六个值 然后因为六个值当中啊 我们是有几个属性的 还有一个缺失值吧 我记得好像是 然后呢 missing是百分之0.2 然后唯一的值啊 是有百分之0.4的 然后这里呢 我们是不是又统计了一下 咱们的 不同的一个类别 分别是有多少值啊 这些都是一样的 下面呢 也是一样的 咱们的一个photoID 然后因为这里边 都是一些唯一的值 所以说 前三个值 给我们看了前三个值 长什么样 后三个值是长什么样 这里边因为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也看前三 后三 position里边 我们看颜色变了吧 这边变成红色了吧 就是说 它告诉你警告了呀 这块缺失值太多了 是不是你要做一些预处理的 缺失值 你是不是要做一个过滤的工作啊 这里也是一个警告吧 红色的一个值 然后呢 下面这个值 我们来看 Writer1 Writer1是什么 告诉我们了吧 就是说这个Writer1啊 跟我Writer2 就是高度相连了 高度相连达到0.92 那它是不是提醒你了 这个东西应该被 应该被跑除掉了 因为在你一个特征当中啊 如果说你加入了两个特征 它都是高度相关的 那可以说这两个留一个就行了 留两个相当于是 留两个其实也没有 相当于是你把这个权重又也增强了吧 那本身你不应该加入这样一个 你自身的一个感情色彩 所以说 咱们最好啊 是直接把它进行一个忽略的 在这里是不是 它也提醒你了 这个东西 应该进行一个忽略的吧 Writer2 Writer2提醒你了 这块Zeroes 28.5% 它就告诉你 哎呀 这里边零值这么多 是不是一个稀疏的 要不要做一些处理啊 然后均值 最大值最小值啊 都是给你展示出来了 然后这块呢 我们来看 它也是一个 就是高度相关的吧 然后它告诉你了 这个东西也应该会被去掉的 它有你的一个体重 这是一个风格规则 Writer class 这些都是 它会啊 先是帮你进行一个overview overview完之后呢 再给你report 就是每一个变量 咱们不是有12个变量吗 每一个变量都给你打出来了吧 这样啊 咱们再看起来 是不是轻松多了 就是每一个指标啊 就是哎呀 球员的信息 我现在一目了然了 它的一个规则是大概什么样 它的一个分布情况 这里呢 我们不都是可以把它拿出来了吗 然后下面啊 就是一个simple啊 simple就是说 把你打印 相当于是咱们的 Data Film当中啊 .hide一下 .hide里边啊 我们可以打印这样一个 前五条数据啊 它告诉你一下 你这个数据啊 是长什么样子的 它在这里呢 又给你显示了一下子 然后啊 这个就现在 就是已经这个profile完了啊 它主要是包含了 这样三部分 然后呢 这个啊 是它的一个gethub gethub里啊 它有这样一个example 这个example 我现在看一下 能不能打开啊 这里reload 它会很慢的一些 然后呢 咱们先说一下 它安装吧 安装也很简单啊 直接啊 把这个名 给它复制过来 然后咱们这里啊 进行一个pip install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 tandas的一个profile打进来 这样呢 它就完成一个安装 安装很简单 我刚才安装的时候啊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的 然后在 它这个 这是它的一个 我看一下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gethub上的一个地址嘛 然后它的一个star star488个 也不算特别多 然后这有一个example啊 它就告诉你了 它这个东西 该怎么样去用 然后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 再看一下它的这个example example里啊 它也列了这样一个例子 然后就是跟我们 刚才给大家显示出来的例子啊 其实是一致的 gethub当中有例子啊 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这就是啊 我们的一个profile这个酷啊 该去怎么样进行使用 其实啊 就是关于这些酷的使用啊 大家就是也没有强制要求啊 大家去写这个东西 但是呢 我就是觉得啊 就是如果说 大家做一件事啊 嗯 还是效率 我觉得是比较 比较重要的